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来探索大脑研究的奇妙事件,尤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大脑计划。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这个神秘器官的理解,而这个器官也造就了我们。 大脑是一个迷人的复杂网络,由数十亿个神经元组成。 想象一下,一座拥有数百万条街道的城市,每条街道都充满着各种活动,那就是我们的大脑。 而大脑计划就像一个超级先进的GPS系统,帮助科学家绘制出这些错综复杂的连接。 那么,为什么这项计划如此重要呢? 了解大脑的运作方式可以带来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突破,例如阿兹海默症、帕金森症和癫痫。 把它想象成将你的旧翻盖手机升级到最新的智能手机。 我们知道的越多,就越能拥有更好的工具来应对这些疾病。 大脑计划是一项合作性的努力,汇集了神经科学家、工程师、甚至纳米技术专家。 他们正在开发尖端技术来观察和操纵大脑活动。 例如,有一种称为光遗传学的技术,它使用光来控制神经元。 是不是听起来很疯狂? 但这不只是炫酷的技术而已,这项计划也致力于了解行为和认知。 想象一下,如果能够精确定位记忆的存储位置或情绪的处理方式, 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待心理健康治疗的方法。 最令人兴奋的方面之一是,个性化医疗的潜力。 通过绘制个人大脑图谱,可以为他们量身定制治治疗方案。 不再是一刀切的方法,这就像拥有一套定制西装,而不是从夹子上随便拿一件。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大脑计划,真的是希望的灯塔。 它正在突破科学的界限,为我们曾经只感梦想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。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神经科学领域的突破时,请记住,这其中很多都始于对大脑复杂图谱的理解。 感谢您的收看。 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这很有趣,别忘了点赞并订阅以获得更多令人兴奋的内容。 下次见,继续探索大脑的奇迹吧!